大家好 今天是2月22号 星期一 我们的党史闸谈开始 今天呢 我们来讲一下 在这个三年困难时期啊 毛泽东以下这些高级领导人 高级领导干部 他们都吃点啥 一说起中国的这高干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呢 都一下子会想到一个词 特供 就是特殊供应 没错啊 这些人就是跟这个词息息相关 那么今天啊 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人物 就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骑手级的人物 矛盾 沈彦兵 我们都知道啊 中国现代文坛上非常有名气的九元大将 鲁郭茅 八老曹 爱丁赵 这九个人 这鲁迅 因为是在1949年之前就去世了 所以呢 他没机会享受政治待遇 后边的这八个人呢 都享受到了政治待遇 当然这个政治待遇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啊 这个情况 各自的影响力 来区别对待的 咱们就说一下这矛盾 矛盾是什么概念呢 矛盾是这九位作家当中 三位获得副国级待遇的这么一个人 矛盾生前担任过文化部部长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 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进入副国级阶层 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虽然那个时候全国政协副主席 没有后边的这么值钱 但是人家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而后边呢 只有巴金可以跟矛盾相比 在矛盾的前边呢 只有曾经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郭沫若 郭老相比 所以这副国级作家只有这三位 矛盾某种意义上讲呢 其实他跟那种有着汉马军功的 从这井冈山 从这两万五千里 一路走到北京的那些开国元勋们 还不能相比 因为他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圈外人 虽然呢 他跟咱们党的这个关系也一直很近 这是矛盾老先生的成名作 子叶 旁边呢 是老先生的手记 他是写给作家徐迟的这么一个条符 矛盾的这两笔字啊 咱们说真的不错 矛盾晚年呢 还做了一件大事 就是他把自己的二十几万元稿费 这位他去世前夕 捐赠给文坛 作为奖业后辈鼓励新进的这么一笔奖学金 就是著名的矛盾文学奖 这矛盾文学奖后来呢 有很多著名的作家都曾经获得过 而矛盾文学奖的作品 最近一次被搬上舞台的 就是大家都看过张家一眼的那庄台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讲讲这矛盾 他们家的特供生活 咱们先来看啊 这本书 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 这本书里边有这么一段记载 就是说 在三年困难时期 这党和政府为了照顾到高级领导人 和高级领导干部 为了让他们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所以呢 给予了他们特殊的待遇 这就是咱们都知道的特供 而特供不是从三年困难时期才有的 而是一直就有的 才延时期就有 只不过到了困难时期 这特供成了特供中的特供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标准啊 这是大概就这么三条啊 人民币时代的作者呢 挖掘的史料 这里边呢 讲到这个副国级的 包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院副总理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全国政协副主席加两高啊 高院院长 高检的检察长 每户每月供应肉30到31斤啊 鸡蛋 白糖 还有甲级香烟 那正副部长和相当于部长级的高干 以及特级科学家 特级科学家有谁啊 钱学森这样的啊 每户每月供应的猪肉啊 鸡蛋 白糖 还有香烟 正副司局长 高知 一级正教授 高级研究员 每月每户应该供应啊 肉啊 鸡蛋啊 白糖 还有甲级香烟 这是酱蜜排列 唯一啊 不变的是这甲级香烟 无论是哪个级别的 都是每个月给两条啊 这一点还挺公平的 白糖呢 到了司局这一级啊 就改成一金了 所以通过这个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在那种特殊的年代里 老百姓啊 吃喝都成了大问题的时候 咱们的高级领导人和高级领导干部们 仍然能够啊 饱含深情 饱含热情 全身心的投入到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当中 为全国人民欧心沥血 全然是因为有这特殊的保障和特殊的供应 要不然他们撂倒了 对于我们这国家 对于世界 对于全人类来讲 那是无穷无尽的损失 啊 关于这一点啊 我这个还有一个旁证 我们家老太太啊 她还真经历过这个事 因为她呢 是那个时候正好上中学 哎 她的长辈呢 那个时候就曾经给她打电话 往学校里打电话 说今天呢 赶紧这个回家啊 回家来 今天呢 有什么呢 有排骨吃 啊 这家里呢 人家给发了这个 几斤排骨 今天晚上吃排骨 赶紧回来 啊 她呢 就赶紧从学校跑回家里 就吃这排骨 她以前呢 就不厌其烦的给我讲过 这三年困难时期 啊 这个到底有多困难 当然呢 同时也讲了一下 这个高级干部的特殊供应 因此啊 我有这么一点印象 今天啊 老百姓吃个排骨不算个事 啊 虽然呢 价格很贵 但是毕竟能够买得着 买得到 那个年代啊 要说谁家吃个排骨 那还真是挺不容易的啊 而这个特供这个情况呢 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啊 这里边就有一个 我们熟悉的人物 恩来同志啊 你就知道啊 从这延安时期 到北京 甚至中间的西柏坡 那么短的时间内 关于这特供食品的问题 一直都是咱们恩来同志 常抓不屑啊 两手都要硬 你看旁边这个站在恩来同志 旁边的这个就是咱们的那个努客啊 北京老百姓特别亲热的称之为努客的 这么一个外国友人 那么我再来看一下这个特供食品啊 红烧牛肉 还有这香烟 刚才不是提到了吗 甲级香烟两条 还有这中央军委办公厅 这盒子上印的啊 助手掌身体健康 这行字啊 我是看着特别眼熟 因为当年啊 这个老太太曾经给家里带过这一小箱 这个泥猴桃那是八十年代初期 那时候正是这个上小学的时候 我就亲眼见过这泥猴桃的盒子上 就写这几个字 助手掌身体健康 而且呢 这个泥猴桃 每个泥猴桃上边的外包装上边都沾了一张纸 写的也是助手掌身体健康 所以呢 这个特供这东西啊 确实是一以贯之的啊 包括这个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宏大的场景 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受牌仪式啊 人家都搞出仪式感来了 所以呢 这个应该是长期啊 这个与咱们这个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的一件党和国家的大事 为什么会产生特供呢 就是伟大领袖当年写的这笔大字 为人民服务啊 那么现在呢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矛盾 老先生 他们家在三年困难时期啊 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 这个当时啊 这情况 据矛盾的后人 就是他的儿子维涛和他的儿媳妇 陈小曼曾经啊 写过一本书 叫父亲矛盾的晚年 这本书写的很好 这本书里边就完完整整的给我们记述了矛盾的后半生的很多情况 这些情况呢 又恰恰是我们以前在仰望这位著名的文坛领袖毛大帅 这中国这文坛也有一毛大帅就是矛盾 跟政坛上的那个毛大帅呢 可以说是相呼应 当然级别完全不同啊 那当时这个情况家里呢 也是挺麻烦 好债呢 矛盾的老伴孔德指女士 他每个月呢 有十斤肉 所以这孩子们呢 可以啊 通过这妈妈领到的这十斤肉 短暂的享受一下 周末呢 给家里加一个荤菜 这菜呢 就从这毛顿的老伴孔德指的 给的这十斤肉当中出来 然后 到了1961年 这维涛陈小曼他们回忆过吗 他说饭店对外供应高价饭菜了 这样呢 矛盾就带着全家 每个星期天 加上司机 有时候也去秘书 也有秘书 一起到饭店打一次牙剂 啊 就是 解解残 但是这种情况也就只有矛盾 这个级别的人物啊 富国级这个级别的人物才有 你老百姓能吃得起高价的饭菜吗 别说老百姓啊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原来担任中纪委委员的啊 就是 一个著名的高级干部 也是标准的红二代 就是曾经在这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啊 出过力 做过贡献的李运昌的儿子 他晚年写的回忆录里边都提到一点 他说那时候他正在交女朋友啊 六十年代初啊 到哈尔滨吃饭 吃那个高价的那个小烧鸡 那小烧鸡啊 就跟乌鸦一边打 可是价格贵的不得了 他那个时候呢 是解放军大卫军衔 就是这么一个啊 有双重保障的这么一个高干子弟 在面对这种高价饭菜的时候 他都直吐舌头啊 就更不要说这老百姓 你还想去饭店吃饭 这只有副国籍的作家毛顿 才有这资格去啊 而1961年的中秋节 正好是星期天啊 这毛顿呢 既得是他儿子和儿媳妇 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就带上全家 加上司机啊 秘书啊 去游览一下颐和园 然后中午在厅礼馆吃饭 这这件事呢 有照片为证 这是维涛和陈小曼 给大家提供的 全家在颐和园的合影 这一家人欺乐融融 这个时候呢 毛顿已经有了一个孙子 和一个孙女 后来呢 又有了个小孙女 这时候还没出事呢 所以我们通过这张照片 包括刚才 毛顿的儿子 儿媳妇的回忆 我们就知道啊 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 富国籍作家 毛顿 是因为有国家 提供的这种特殊供应 还有他本人多年累积的丰厚的稿费 他才可能有机会 在困难时期呢 拔出一只脚来 照顾家人 让家里人呢 不至于断顿 偶尔呢 还能改善一下生活 可是这种顶尖级的人物 在当时的中国 那是凤毛麟角 那普通干部来说 那就相当啊 没法形容了 我们再往下看啊 这矛盾呢 在历史上 跟咱们的恩来同志 包括跟郭老 那关系非常密切 这照片里边 大家就可以看到 本来呢 这个矛盾这个人啊 他是比较喜欢搞点写作的 他不太愿意啊 参与到政治层面 因为当年在左连 他吃过方面的苦头 觉得这个周扬 他们这些人 周扬下眼这些人 不好相处 但是矛盾这个人 他比鲁迅要奸一些 鲁迅呢 就属于这直肠子 有话就憋不住 他就说 这矛盾他不说 同时呢 矛盾也不敢得罪周扬 他们 知道周扬 他们很有来路 再加上周扬 这些人下手比较黑啊 这周扬曾经要拿着棍子 去打这矛盾 所以把矛盾下高呛 这照片呢 分别是从右边数 就是咱们的伟大领袖 然后就是他的首席的文化鹰犬 周扬啊 接着就是咱们的矛盾 最边上的 这是咱们郭老 所以一开始啊 这国家安排职务的时候 这文化部部长 准备一样矛盾来担任 矛盾还推迟 当时周恩来就找他谈话 周恩来就说 请毛工来担任文化部部长 这矛盾呢 就说文化部部长 就让郭老来兼任得了 这时候呢 周恩来就亮出底牌了 说咱们的主席讲了 郭老的职务呢 奸的太多了 又是政务院副总理 又是文教委员会主任啊 等等 这已经有人提出意见了 所以这一次呢 如果再让郭老兼任文化部部长 咱们这边呢 肯定会有一些压力 而你呢 指的就是咱们的毛大帅 矛盾 你又是我们最信得过的人 这文化部部长放在别人手里 我们都不放心 就放在你老手里 我们最高兴 这样呢 矛盾就勉为其难 当了十多年的文化部部长 不过周恩来啊 人家这做工作啊 非常仔细 他说你放心啊 我们呢 都给你配备副手 你啊 无非就是挂个名 文化部部长 不管实事啊 不管实际工作 说白了就没有实权 给他派的助手就是谁呢 就是这照片里的周扬 然后呢 后来又把下眼掉了过来 所以呢 这文化部名义上是 矛盾是部长 实际上是周扬在当家 可是这种情况呢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 终于有了变化了 什么变化呢 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个图片就是陆定一 这时候陆定一就出现了 陆定一怎么出现呢 就是因为周恩来找矛盾谈话 说你看啊 当年咱们让你当这文化部部长 你就不情愿 这十多年呢 你尽心尽力 我们也看到了 如今呢 你终于可以把你不情愿的 这文化部部长 谢掉了啊 你就不用干这文化部部长了 原本呢 矛盾确实是不想当这文化部部长 可是一当十多年之后 他就当习惯了 这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来啊 你甭干了 这矛盾还有点不适应 周恩来呢 就苦口婆心的给他解释 说呀 不是你工作 没搞好 是给你配备的这副手周扬啊 咱看一下这陆定一后边啊 那第一个 右鼠第一个 低着头的那个人 就是周扬 他说主要是这个副手 不得力 下眼呢 陈黄梅啊 他们这些人要么搞资产阶级文艺 要么搞封建主义文艺 这伟大领袖对他们一直都不满意 特别是这伟大领袖的关于文艺界的两个批示 所以他们这些人在混在文化部也不合适了 因此呢 毛工你就可以去全国政协任职 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恩来是名义上跟毛顿商量 但毛顿已经听出来了 这不是跟你商量 这是给你安排工作 你只有服从的份 再说了 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个规格也不低 毛顿呢 赶紧就答应下来了 周恩来呢 也跟毛顿直接说了 说这战时啊 我们找不到接替你的人 就让陆定一同志兼任文化部部长 陆定一当时兼的职务可够多的了啊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 还有好几个小组的副主长 主长之类的 这个时候呢 又兼了文化部部长了 这陆定一上台之后啊 在内部讲话里就开始披上矛盾了 本来周恩来的话里说的很委婉啊 说这文化部工作没搞好 跟这个啊 矛盾没什么关系 但是人家陆定一没客气啊 陆定一那个时候非常得宠 陆定一在1962年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他在1962年关于知识分子是否摘帽 这个问题上他跟周恩来有冲突 所以周恩来前面答应矛盾 说跟你没关系 后脚人家陆定一就披上矛盾了 所以这矛盾这家人 这特供生活刚刚才享受了几年 这厄运呢就来临了 而在厄运来临之后 他们家就包括矛盾在内的这些高级干部 高级领导人们 他们的特供生活又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跟咱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 咱们明天接着说 感谢朋友们上来收看和支持啊 刚才呢有朋友加入温向 啊 时政会员频道表示感谢 但是你要升级一下 因为你加入的是温向说历史啊 温向说历史这个频道呢 他没办法看到时政会员节目 所以你要选择月费8.99元的那个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明天再见